因為疫情的關係 全球印鈔資金寬鬆的傾聽日下 比特幣天天創新高 最新的紀錄 直接突破五點八萬美元 要挑戰六萬美元了 那同時呢 另外一個強勢指標是台灣的股會市 事實上今天台股盤中在創新高 沒有錯 我想其實今天台北股市在前一個交易日 這個費城半導體指數上漲 超過2.5個百分點的刺激之下 再加上上個禮拜四跟禮拜五 傳出說台灣的今年GDP成長率 要上修到超過4.6個百分點的一個刺激 今天就持續的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開紅盤之後呢 台北股市的表現呢 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跟漲過前高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最重要的關鍵呢 還是在台北股市當中的半導體產業 那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呢 我們就來特別觀察一下 在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在開紅盤之後呢 雖然說他有跟著大盤去進行 往上漲的一個動作 不過呢跟大盤來做比較 他並沒有漲過前波的高點679塊 所以其實從這個台積電的走勢來說 他是有一點點轉弱的一個現象 另外呢在聯電的表現上面 也是同樣在三天之前創下新高之後 在今天呢就沒有再創新高 所以走勢上面也有一點點轉弱的發展 另外呢在聯發科 過去在開紅盤之後呢 是跟著大盤持續的創下歷史新高 可是呢在最近這兩三個交易日 卻是出現了壓回的一個動作 所以呢也出現了明顯的 這個轉弱的現象 那反倒是在年前 這個外資積極加碼布局的 在這個記憶體族群的表現上面 反而是比較強勢 我們看到望宏到今天為止 都還跟著大盤創下 波段新高的一個走勢 另外呢滑邦店也是一樣 滑邦店也是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那麼所以其實在整個記憶體族群當中 都還在反映 今年的整體的記憶體報價 上漲的一個格局 甚至呢在上個禮拜的 整個德州的大風雪的影響之下 在整體的半導體 不管是在晶片 還是在一些相關的邏輯的IC上面 其實都有調漲價格的一個現象 另外我們看到最重要的 就是在鴻海的股價上面 鴻海在這一波開紅盤之後的表現 是不如市場上的預期 是出現了連續性的下跌 那麼到目前為止呢 已經有跌破這個季線的一個機會 跟可能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在這一次開紅盤之後 因為蘋果汽車的一些相關的影響 反倒造成它的股價走弱 因為我們看到今天強勢 跟著大盤創高的 包含像是在IC設計的創意 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那另外呢 在精力科的部分 這個是屬於MCU的微控制器 也就是受到上個禮拜 德州暴風雪所影響的這個產業 叫包含微控制器啊 或者是相關的車用晶片等等 其實都受到一些推升的一個激勵 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另外呢 在這個半導體的原材料的部分 細晶圓也在今天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所以其實就目前看起來在整體半導體產業的部分 不管是在原材料還是在上游的IC設計 其實都有上漲的一個現象 甚至在這個半導體設備的光照 在今天也是持續的創下波段新高 所以在整體台北股市的 所以半導體的輪動是很整齊 對很整齊 就年前漲台積電 聯電 沒錯 那年後記憶體這一些輪動 對就是從這個原材料記憶體 然後再設備繼續的輪動輪漲 那另外今天還有一個盤中 大家關注的焦點 就是在這個航運雙雄的部分 那今天盤中呢 這個陽明市創下了漲停板 那麼長榮呢 盤中是漲了7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代表在航運類股的部分 都還有領漲的一個氣勢 跟人氣維繫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呢 在這個GDP的部分 我們看到在這個行政院的主計總書 就公布了去年的第四季的 這個GDP的統計是高達5%以上 那麼全年度的GDP 去年全年度GDP是來到了3.11% 那麼原先預估大概只有2.5% 所以都是上修 今年就是大幅度的上修 0.8個百分點來到4.64% 原先在去年我們追蹤的時候 是預估只有3.83% 而且還是下修 不過呢在今年第一月 一月份公布之後呢 就大幅度的上修 它是創下了2015年來的一個新高 那麼看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來自於 預估 主計總書預估今年的第一季出口 有機會年成長超過百分之10%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強勁的成長 出現了淡季不淡的一個效應 那麼國內的消費狀況 也有逐漸回溫的一個影響 所以其實在整個國內的一個消費狀況都會持續的增溫 那麼剛剛我們看到了這個鴻海的部分 他在這個整個開工的一個座談會上面有特別提到 這個第一季是呈現淡季不淡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們有意要去收購馬來西亞的一座八寸清源廠 這個對於現在整個晶片車用晶片的這個紓壓緩解的部分是有一些一定的效果 那麼看到鴻海其他的一個進度包含在今年的第一季 需求面仍然是持續維持去年第四季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會有忘記不忘 而且沒有缺工的一個現象 那麼在晶圓廠的部分現在目前還是在這個接洽當中 那麼最主要是以收購為主 那麼威斯康辛州則是在六月底之前就會有一個明確的結果跟發展的方向 那麼印度的部分是在自通訊產業的崛起之下 會有一些非常快速的對鴻海營收貢獻的一個影響 所以其實在今年的鴻海基本面的這個營收是穩住 但重點就是在MIH的這個所謂的電動車的大平台上面 預估在今年的年底之前要推出三款電動車 一款是公車另外兩款是這個一般的乘用車 那劉安偉董事長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在2021年從今年開始到2024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時間點 那至於能不能夠爭取到Apple Car訂單 他們認為我不評論 但是我們就是持續的努力 但其實畫風之下也沒有把話說死 那我們看到其實在開春今年一月份以來 Apple Car其實一直都傳出了很多的一個消息 但其實Apple Car在這個2008年賈博士就有意要去做這個汽車的業的一個發展 那今年是持續的傳出了一些相關的合作進度 包含像是一開始的現代 另外在奇亞的部分 最後呢找到了日產 但是被這三間給拒絕 那其實後續呢 其實市場上是認為說 Apple Car一般在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會相對比較低調 所以會傳出這樣的消息 不太像蘋果傳統的一個作風 所以後續呢其實在Apple Car的發展上面 這個鴻海集團也不是完全的沒機會 另外我們就看到剛剛所提到的航運內股 其實公佈了這個12月份的營收 其實是來到了這個1.64的EPS 所以其實它的整個利多的狀況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市場上預估呢2603的這個長榮也會跟進表現 但是呢大家特別留意 在這個今年的1月份跟2月份 大股東就是陽明的大股東 台灣港務公司 他有申報轉讓持股獲利入貸的現象 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特別留意 陽明跟長榮後續的一個表現 那麼我們看到在德州的暴風雪的部分 造成的這個三星這個停 斷電停工 造成一些車用晶片的一些影響 那麼預估至少復工要延後至少一個禮拜 那麼它影響的部分會是比較大的 那後續呢我們看到在記憶體的一個報價 也有機會持續的往上調漲價格 那麼漲價的效應會會來到3月份 才開始陸續的顯現 那麼最明顯的貢獻會在今年的第二季 那這個是在記憶體報價的部分 包含像是在載經濟的刺激之下 都有機會持續的往上修 另外我們看到在半導體相關的設備 這個導線價的部分 它光是這個1月份的獲利就高達了1.17 這個年增率高達80%以上 所以其實代表在整個半導體的產業 從上中下游甚至在原物料 在這個設備的部分都不斷不斷的在增加 所以其實在今年半導體產業 仍然是一個市場上投資的一個選學的區塊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快點